我觉得首先先摆脱其他歌手 对他的影响 因为我知道他很喜欢某一些 比如说布鲁玛斯 或是有一些歌手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来说的话 其实更多的是要多多地去展现 自己本身的才华 我一直在跟他说 我在控制他的油腻 就是油腻是我们一个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得到油腻了 这个词 我觉得它是一个形容词 并不是说比个贬意思 我贬你我说你油腻 其实不是的 就是多余 就不要那些多余的 就比如说他唱丑八怪 就不乖 就是非要加点那个东西 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看到 最原始的萝卜是什么 因为他那些转音什么的 都是后来学的 那个不是他天生自带的 他这个人唯一天生自带的东西 就是他嗓子 后期学来的东西用得太多 对就会导致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会用 不止你一个人学过 大家都学过 慢慢就会变成了 好没有特点 我觉得这一题是他真心实意 需要去改变的一题 我觉得首先他需要抛开 所有其他歌手的影子在他身上 做一个真正的一个 采望罗布 让大家去看见他 这样才可以走得更远 希望他能想明白这个点 但我不知道 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太多 他大部分跟我说 嗯知道了好的 不过希望他好吧 都希望他好 每周六优酷独播 用音乐寻找志同道合的灵魂 一起乐队吧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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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谢谢大家